升职加薪快的人 说话都是有套路的 我就给你分享 五个在职场中必备的高情商说话方法 最后一点特别重要 你只要用我的这个习惯去说话 在职场中一定能收获好人员 第一 提问不要用你开头 要用我开头 比如说两个人初次见面 不要问你叫什么名字 要说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 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 我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 先征求同意 再推进事情 对方就会感觉到你很尊重他 一点都不唐突 第二 不了解的事情 千万不要说我不知道 比如说领导和同事跟你说了一件 你不太了解的是 不要说不知道 要说你刚刚讲的我很感兴趣 你可以教教我吗 说不知道 就是对话题的不在意 说感兴趣 就是尊重对方的分享 如果再给对方为人师的机会 那领导一下子就会喜欢上你 第三 表达感谢 不要只说谢谢 而要点名道姓 只说谢谢 会显得人很高傲 让人感觉自己的付出微不足道 但谢谢你顾老师 谢谢你张总 劳您费心了 就会让人感到 你真的把他这个人的付出 放在心上 第四 公司内征求意见的时候 永远不要说无所谓 当同事问你 今天晚上是什么 我们去哪里团建之类的 你千万不要回答我无所谓 这样会让人觉得 你是个缺乏组件 过于随和的人 后果就是很多脏活内活 最终都落到你头上 你的意见可以不被采纳 但你不能放弃发表观点的机会 第五 工作没做好 千万不要解释 喜欢便解释缺乏责任感的表现 最好的做法是 无论是团队的问题 还是上司本身的问题 你都要果断承认错误 哪下责任 把我以为是变成 对不起 我的错 下次绝不再犯 当哪一天上司发现 他一直在错怪你 你升职加薪的机会就来了 跟你讲个真实的故事 我儿子之前 不是在纽约工作吗 黄董人在公司 是很难得到提拔的 但是我就跟我儿子说 记住三字真言 永远讲一句话 我的错 足够愚蠢 你就可以干掉 那些足够聪明的人 有一次我儿子团队里 有一个人 工作出了一个问题 我儿子就说是我的问题 然后他的老板 一向没反应过来 说Daniel 这个事情跟你有关吗 为什么你出来认错 你知道我儿子怎么说吗 其实我那天 发现他犯错的时候呢 应该告诉他问题在哪 但是我忘了 如果我告诉他的话 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 老板对不起 是我的问题 结果这段话 直接把老板搞糊涂了 就是没见过这么笨了 人家看到责任都会说的 这个人看到责任 是往上冲的 你听懂了吗 各位 那一年我儿子就连身两击 从一堆名校生中 脱颖而出 所以你想出泪拔萃 你想赢得客户和老板的选择 你一定要跟大多数人 做的不一样 否则那个机会 为什么会是你的呀 你想过了没有啊 从竞争的角度出发 可替代你的人太多了 这个东西跟才华没关系 你的智商是你的下限 你的情商是你的上限 一个不同心智人心的人 是很难登峰造极的 这些都是在职场当中 高情商的说话的方法和习惯 其实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到最后都是沟通的问题 家庭幸福取决于夫妻沟通 职场晋升取决于上下级沟通 生意好坏取决于客户沟通 那定位就是解决沟通的问题 他就研究如何通过沟通 让你的语言或你的产品 进入对方的心智 你学会了定位以后 你真的可以很好的 管理你的生活 更加可以管理好客户的心智 管理好你的对手 管理好的你的老板 你的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记住 沟通的最佳战略 是把对方说嗨 而不是让自己嗨 所以一定要学会打动对方 让他先喜欢上你 他喜欢上了你 他就会觉得你哪里都好 在左下角线上视频 365的课程里头 我会教你一套完整的打法 就是怎么样见面三秒 就让对方喜欢上你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买一个好好听一听 而且我的建议是 不是听一遍 是天天挂到耳朵边 把它当音乐 当催眠曲 好好学习 我相信过个十天八天 你就很有感觉了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 要不然你就好麻烦 记住 嘴是你一生的风水 好好说话 人生开挂 这就是牧场的 第二个biety